7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欧盟主席荣克,在会派两个多小时后宣布,美欧双方同意在继续磋商阶段不再新增惩罚性关税,这给大西洋两岸一触即发的贸易摩擦升级态势按下了赞情键。 连日来,为了特朗普提出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非汽车业产品零补贴的三菱方案,美欧双方对相关细节的披露,这是一纸声明。 两番节度,在美国中西部农业大洲爱奥尔州26日一个政治集会上,特朗普对台下观众侵犯的宣称,我们刚刚为你们农民打开了欧洲大门,你们刚刚得到了一个庞大的市场。 为了增加观众注意力和视觉效果,他还拿出一顶绿色棒球帽,上面衣有黄色的,让美国农民再次伟大的字样。 然而,近期民调数据显示,在这个曾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他的州里,特朗普的人气指数政变的暗戴。 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是在讨论农业,句号,不幸的是,在大西洋另一边,欧盟官员却表示,农业不是谈怕的一部分,只有声明中明确提及的事件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加入打链行列,马克龙称, 不但成展开类似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那样的庞大协定的谈判,因为一个好的贸易协议,却可能建立在平衡且互惠的基础上,不受据于任何威胁,它反对将农业纳入任何贸易协定。 我认为,在环境,健康或食品方面,不应该压制或降低任何欧洲标准。 桑切斯表示,要汉外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他说,西班牙不相信单边主义,也不相信某一特定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把自己的政策和标准强加的人。 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在农业问题上的态度是如此南辕北辙呢? 众所周知,农业一向是大西洋两岸贸易中,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域,双方都是图保护,并提升各自的农业生产。 欧盟数据显示,欧盟每年给农业提供的补贴,高达590亿欧元,相当于680亿美元,而美国方面也不遑多让。 经济学员,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称,2016年美国政府给农民提供的各类补贴,约为330亿美元。 事实上,美欧在农业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是造成历时三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最终流产的主要原因之一,欧洲提出了地理标志。 Geographic Indications 是图禁只有相似品牌名称的美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遭到美方的坚决反对,欧洲还拒绝美国的基因产品进入。 白词种种,背后折射的是布鲁塞尔深切的忧虑,欧洲古老的家庭作本式的农业经营模式无法与美国集团化的现代经营相抗衡。 尽管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欧盟对美国农业贸易有94亿美元的顺差,虽然欧盟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拒绝将农业纳入特朗普提出的三菱贸易协议谈判之中,但欧盟还是承诺将会推进。 欧盟新闻发言人秘赖欧安德利亡,曼能追了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如果你们通读联合声明的话,就会发现,声明中没有提到农业,但是有提到农民和大豆,那是讨论的一部分,我们也将就此继续推进。 然而,欧盟真有能力帮助华盛顿解决因中国反制而出现的大豆困局吗? 彭博社给出否定答案,报道称,欧洲市场是美国斗龙为数不多的替代之一,但是跟中国的购买力相去甚远,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贸易额为123亿美元,而欧盟进口额仅为16亿美元,预计2018年到2019年度欧洲对美国大豆需求量约为1530万多,这还不到原预计的中国购买力的63之一。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开打贸易战而招致中国反制措施,给美国农民带来的大豆销售的损失,以及对特朗普自身和农业招供和党议员们的政治压力,是欧洲无法缓解的。 路透社在报道直接用表提示讲价而非讨论刺激了美国大豆对欧销量。 至美欧先进达成的协议,对于欧洲增加,进口美国大豆只是一个象征性意义,因为,早在此次白宫回之前,由于市场价格原因,欧盟已开始增加进口美国大豆, 预计8月到获得美国大豆价格,将比南美大豆每对儿第20美元,一位欧盟高级官员对法宣誓表示, 尽管欧洲同意增加进口美国大豆,但最终将由欧洲的市场决定进口的数量。 美国穷斯月开Mother Jones指出,美国大豆约扎欧盟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使欧洲增加进口,对美国大豆出口的帮助也有限。 如今,在欧美外贸谈判,和美国财政股贴背景下,美国大豆价格虽会升至美菩萨尔8.59美元, 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分析认为,除非大豆价格能上升到美菩萨尔10.05美元,否则美国豆农们依然没法盈利。 对美国豆农而言,他们需要稳定的出口市场,而非政府的救济支票,而特朗普政府给他们寻找第一欧洲新市场,根本没那么大的胃口,可以吃下被中国拒绝了的大豆,对美国310多万农产主而言。 他们几十年来打拼下来的中国市场正在失去,这是靠救济支票,根本弥补不回来的。 The End也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那么,我认为自己的此都没有生息。